7月26日是中国农历2019年的关帝诞成日 一场具备传统风味的关圣帝君宝旦祭祀典礼 在香港保粮局举行 典礼的目的是祈求香港社会和谐、公平、有正义 在香港每年农历6月24日举行关帝旦 庆典活动有悠久的历史 关帝旦已经被纳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天的关帝旦祭祀典礼现场 备有三生国品及多支金珠祭祀 在场人士先进行三鞠躬、降审礼、出宪礼等仪式 继而焚束薄行忘了礼 最后行慈审礼 保粮局董事局主席马清南表示 仪式象征着保粮局会继续秉承 保持安良的宗旨 为香港大众谋求福祉 每一年关帝旦的时候我们就拜关帝 这样就希望这个正气仍然存在 不是迷信或者什么 只不过是觉得是一种形象式 是令到整个局和我们做的工作和服务 都是比较静气一些 传统都是这样的了 我们希望继续延续这个传统 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 关帝诞成祭祀仪式每年按惯例举行 马清南表示 以此表达香港社会仍然天地有正气 又希望香港社会和平 政府和市民同心 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不同意见 他希望少数极端人士停止暴力行为 并愿香港发展蒸蒸日上 香港其实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一个地方 如果不自由 很多其他国家一天已经平息了这些暴乱 我们仍然被它持续 证明香港始终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 言论自由绝对是没问题的 不过就不可以倒乱 我觉得不可以用暴力不可以倒乱 希望尽快去平息理性地 就希望不久于将来 样样平息 我们回去做自己需要做的事 据了解 香港保粮局成立已有141年之久 初期主要是遏制幼怪妇孺 为受害者提供庇护及教养 随着香港社会的转变 现已成为庞大的社会服务机构 提供优质多元服务 如兴建青年宿舍等 成立了